嗨,大家好,我是蹦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期早餐的视频 妈妈们不用早起,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搞定的快手早餐 而且都是孩子们最爱吃的 吐司的吃法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今天蹦妈教您做一道吐司的豪华吃法 把吐司先切成小块 把蛋液和面包丁搅拌均匀 蛋液不要加的太多 每片的面包丁能沾上蛋液就可以了 蔬菜随您个人喜好 但是不要放水分太大的蔬菜 把培根切成片 把韵米粒青豆和红萝卜提前先焯一下水 平底锅刷油把面包丁倒进去 火候需要注意一下 全程一定要开微微的小火 摊平后挤上番茄酱或者披萨酱 撒上黑胡椒和芝士 没错这是一道懒人版的披萨 不用揉面和烤箱 平底锅就能做 做法也简单 唯一注意的就是火候 全程开微微的小火 不然很容易糊底 除了用面包做 还可以用家里吃剩的馒头 一样的做法 把菜和肉铺上去后 最上面撒上芝士 盖上盖子 芝士融化就可以出锅了 隔三差五都会给我们家两件行 做这个简易版的披萨 两个几乎是抢着吃完的 家有挑食的宝宝 妈妈可以试试这个做法 给孩子们一份有新鲜感的食物 激发他们的食欲 把鸡肉切成小块 做一道超美味的鸡肉馅饼 以下的腌料为两块鸡胸肉的料 葱姜少许 蚝油一勺 生抽半勺 盐少许 再加半勺的料酒 一大勺的二凉腌料 洋葱下锅炒一下 比直接拌起来的要好吃 再把拌好的鸡块也倒进去 冰冻鸡肉的水分太大了 下锅炒一下 好包制 而且不容易出水 好吃的 鸡肉 吃吃 吃啊 好 炒至水分收干 就可以灌火了 没有三明治鸡 用平底锅烙也可以 今天又来解锁一道 手抓饼的新吃法 包上馅料 四边包住 鸡肉是炒过的 煎到两面金黄 就可以出锅了 鸡肉馅饼好吃的关键 第一个呢 就是调馅 按照崩妈给你的配比 第二个 就是馅料的 要下锅炒一下 也更香 鸡肉饼 我们这儿的孩子也都喜欢吃 说像那个麦多馅饼 味道真的特别棒 我觉得都可以开店了 崩妈开店有人要吃吗 欢迎你们都来 拿勺子把吐司的中间 稍微压一下 我本来打算做一个 炭烧乳酪的 但是我发现 它里面既有奶油奶酪 还有这个芝士片 不太适合我们一般家庭的做法 崩妈就改良了一下做法 鸡蛋两个 其中的一个蛋黄呢 单独分离出来 玉米淀粉10克 酸奶100克 糖10克 把搅拌好的蛋糊 加在吐司上 差不多可以做4片吐司 吐司这样做 是不是超级简单呢 对于经常翻车的美妈们 就可以放心的去试一试 随做 随成功 关键孩子还爱吃 最后再淋上蛋黄液 放进烤箱160度 20分钟 杏仁片是可放可不放 家里有呢 可以放上几片 吐司外皮是焦焦的脆脆的 但是中间呢 是软软嫩嫩的 没有加奶油奶酪和芝士呢 又不会高热量 对了 酸奶要买那种浓稠一点的酸奶 我买的是老酸奶 最近特别火的 寿司三明治 我觉得和紫菜煲饭和饭团的做法 基本上是类似的 把蔬菜米饭一卷再包起来 我在大米里加了一点点的紫米 口感略微有一点点的粗糙 反正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吃 这个更适合减肥期间吃 如果你给孩子们吃呢 还是建议放上大米吧 再加上一点点的沙拉酱 或者番茄酱 味道会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 早餐要想做起来快 除了半成品食材以外 准备工作就得提前做 糯米提前浸泡4个小时 上锅蒸20分钟 做一道鸡蛋糯米卷 提前做好放进冰箱 早上加热后就可以吃了 准备配菜 红萝卜 香菇和黄瓜 再把腊肠 切成小丁 最近不是猪肉降价了吗 我买了这么四根吧 都花了30块钱 我觉得一点好像没有便宜 少倒点油 先把腊肠下锅炒一下 炒出油脂 加上盐 老抽 生抽 和蚝油调味 哎呀没控制好 盐放的有点多了 最后把糯米倒进去 翻拌均匀 其实就可以出锅了 但是像我 比较喜欢吃 更黏糯一点的口感 可以再加一点的水炒制 成这样黏黏糯糯的状态 就可以了 把糯米馅铺到蛋皮上 卷起来 直接放进冰箱 早上起来呢 可以蒸呀 也可以煎 就看你个人喜好 煎至蛋皮两面金黄 切块装盘 外皮酥脆 里面软糯咸香 这孩子也都喜欢吃 炭鸡蛋皮 您先麻烦了 还可以用饺子皮来做 把饺子皮擀大擀薄 再包上馅料 下锅稍微煎一下 煎得外皮焦焦脆脆的 也好吃 今天做的这五款早餐 我让孩子们还是吃了一下 他们都喜欢这个糯米卷 还有酸奶吐司 最后还有这个鸡肉馅饼 你们喜欢邦妈做的哪一个呢 欢迎留言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我觉得甜甜的好吃 那你妈做的这几样早餐 哪个最好吃 我觉得 这个好吃 这个面包也好吃 这个蛋卷 欣欣好不好吃 吃一碗 特别软 特别软 还加了酸奶 还超乱了 还真好吃 我要吃这个 你把您的手上还没吃完就吃 嗯